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小妮子仗着自己是仙人之体 连我斗雀弓都看不上 真是胆大包天 好好好 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那就别怪我用墙了 隐含仙法 小心小心 还算有两下子 你这家伙 怎么一言不合就出手伤人 这仙人之体若有我采摘 突破大宗师乃至更进一步 又有何难 束手就擒吧 不好 李妖光 你还是乖乖跟我走吧 去哪儿啊 带我一个怎么样 什么人 竟能无声无息来到我身后 看见 威力不大 动静可真不小 你把门都给冻住了 我还怎么进屋啊 主人 主人 难道 你就是传说中的林大师 没错 我就是林妃 也是姚光的师父 这 小人刚才冲撞了齐小杰 请林大师恕罪 这次看在斗雀宫的面子上放你离开 再有下次 你跟你的兵一样 都要灰飞烟灭 是 我 我知道了 林妃 你给我挡着 带我回去禀报长老 要你好看 都坐下吧 我离开这段时间 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去给几位准备一些茶水 辛苦你了 东雪 主人和姚光小姐那么般配 我还是不要异想天开了 那个侍女好像在流泪 一定是林妃偷偷欺负人家了 你别乱说 我只会欺负你 要不要试试 我才不要 主人 能不能别在单身狗面前打情骂俏啊 先不说这个了 你离开这段时间 确实发生了一些事 很多古武界的人都想来抓我 还嚷着什么 仙人之体的胡话 还好有莫灵和东雪他们帮忙 这才把那些人都赶跑了 我呈现一下 我们都没有出手 全是小姐一个人打的 看来是有人放出了姚光女帝转世的消息 想把事情闹大 难道又是暗夜组织的残党吗 主 主人 那个 怎么 你也想表白 什么 不不不 我 我只是想请个假 怎么了 是出了什么事吗 听说殷宗的人明天会到江城招收弟子 情圣鸡血也会到场 我想去观摩学习一下 鸡血 没猜错的话 你是想去学习广陵伞吧 你 你都看出来了 如果给你一个机会拜入殷宗 成为核心弟子 你可愿意 不 我只想跟随主人 做他的仆人 有这么好吗 您不懂 做主人的仆人好处可多着呢 你可知广陵伞并非鸡家所臭 这个自然知道 可其他大家手中都是残篇 唯独鸡家 那可未必哦 难道主人你 手里也有广陵伞 拿纸笔来 我写给你 是真是假 你一看便知 谁能想到 广陵伞竟然随随便便写在了一张纸上 主人你太厉害了 嗯 哪位 林前辈 我是双瞳 承蒙您之前的恩情 我已经突破到宗师境界了 哦 那倒是恭喜你了 那个 我想邀请您来参加我们在江城的招募大会 不知您可否赏光 也好 不如趁此机会 把玉琴天音诀传给殷宗的继承人 好 我明天会去的 多谢灵前辈 双瞳恭候您大家光临 光临伞 明天一起去江城音乐学院逛逛 好啊 正好最近公司没事 我们也要去 你们 没错 就是我们 那 那就大家一起去吧 喂 别挤啊 我先来的 哇 居然有这么多人 这都是想拜入殷宗的 我去 那人谁啊 六个美女陪着 不知道啊 哪家的富二代吧 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华境高手 寿年宗师啊 阴煞古变 什么东西 邪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原英雄呗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会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成就 最强神王 此刻突然的出现在你的眼前 就像那黑夜里面星光一点点 不为看见山万水沧海与桑田 不畏惧风霜冰雪只为与你相见 翻开千点的回忆 想起了曾经 夕阳下散落的你 化作纷飞云 踏过万里的旅行 终于到变清 凝湿泪湿的眼睛在一起 看两个人的风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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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微得 大家 感谢观看